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馄饨呢 都喜欢吃 当然了 那你今天可要谢谢我了 怎么呢 今天呢我给你带来了这个面食和这个馄饨 哦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广式馄饨面吗 是的 哦那真是太棒了 都要期待吧 那当然了 好那赶紧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大厨我们的哈兰姐上场 有请哈兰姐 哈兰姐你好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缤纷素食 你好小红 你好 哈兰姐好 好东东你好 大家好 哎呀哈兰姐啊 那您给我们赶快说说这个广式的馄饨呢 用料有些什么特点呢 我做的这个是广式素馄饨 通常呢 广式馄饨呢 它会有肉 还会有鲜虾 那我现在都不放这些东西 全部是用素食材料 那用什么来替代的呢 我们看看原料都有什么 好那我们先我是用树虾 哦这个是树虾 这个是树虾 这个是树虾 还有呢白菜花就是我们广东说的椰菜花 哦白菜花 白菜花已经切成丁了 然后呢我还用杏鲍菇 这是杏鲍菇 杏鲍菇这个营养成分很丰富的 然后呢就用紫菜来做汤底 做汤底 紫菜做汤底 然后呢我们用全蛋面和混沌蛋皮 蛋皮含蛋的混沌 全蛋面也是广式馄饨的一个特点啊 我们都是用普通的面粉做的啊 你可能是不是包法上也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 哦 我觉得好像广东馄饨要简单一点包的 哦更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没有很讲究 这个调料呢非常简单啊 就这么两样 这个是 酱油 酱油 还有香菇精 哦酱油和香菇精 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材料呢 还有一个鸡蛋 鸡蛋 这个鸡蛋呢就是放到馅里边去 馅里边去的话它就是滑一点 保持它的特色 所以叫做广式素馄饨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具体操作吧 来教教我们包广式的这个馄饨啊 那我们今天呢要把菜花炒一下 轻轻炒一下 杏鲍菇炒一下 但是要分别来做 分别来炒 大概呢也就是差不多 四公里到五公里这样 定方两个东西都是 哦 公里的意思就是毫米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 你切成一种非常非常小的 非常小 太细也不好 太细的话它没有口感 就有一点 它吃起来的话 还能吃出它的味道 对 其实它的味道还有它一点脆脆的弹性的 嗯 加上淡的滑 嗯 还有素虾的味道 那它就是 比较的鲜美了 我们今天的话先做两碗 就是大概十二个馄饨 二人份的两碗 啊两碗 啊那么两碗的这个量呢 就是我们的白菜花的量需要多少呢 白菜花的量 白菜花通常我两个人量的话 通常我就是大概这个杏鲍菇的话 三分二就不用整个的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就够了 菜花的量跟它等量就可以了 那看一点 首先还是让我们那个 把这个虾仁是不是也要切成这个丁 对啊 嗯 我们要求它吃起来有点弹性 嗯 有有点感觉 有点韧静 对 大概切多少 切切 就把它三个 三个 切三个 那行 这个交给我了 好的 然后您可以先炒这个是菜花 第一步 对先炒菜花 先把菜花 把白菜花炒一下 花生油 对放一点花生油 不用很多的 哦 不用很多 不用 您现在是大火 嗯 蒙火 就轻轻炒它一下 不用炒得很熟的这个 然后再放 放点盐 现在呢 我们再放香菇粉 嗯 嗯 香味出来了 嗯 好 我们现在炒杏包菇哈 刚才上午五勺哈 我们现在也放五勺 嗯 放那个香菇筋 蘑菇筋和那个酱油对吧 香了吧 嗯 非常香 嗯 轻炒一下哈 然后出锅 嗯 那这个就馅 做好了 把锅了 现在等那个小红的那个 派生姐您再检查一下 切针这样可以了吗 OK啦 把它放进来这里 好 直接是放到 对 放到馅里边去就行了 我们刚才炒熟的这个馅里 然后现在呢 芡粉 干加 然后我们给它 几勺哈 放入刚才我们拌好的馅里 嗯 好了 这个馅就做好了 哦 这么简单啊 对 就做好了 嗯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包馄饨了 嗯 我要跟你一块儿选一下 东东 来 你也尝试一下 嗯 你先把馅它放进去 放在冬的 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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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多就好 不是 但是你要小心点 就不要让它撑开了口 哦 就这样 把它捏起来 这样一捏 但是要把口捏紧一点 要不一煮的话 就散开了 散开了就没事了 而且锅 那锅汤的话就 哇 好漂亮啊 好 我来一个 好 我们先来 尝试一下 放这么多下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呢 试试 这个蛋液啊 这样走一圈 抹一下就可以了 对 然后呢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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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圈 先好 煮炖的汤 对 先放一点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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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点点油 好 放一点点油 500毫升的水 500毫升的开水 是吗 500毫升的开水 好 然后放入紫菜 放紫菜 但是不要烧太久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紫菜给捞起来的 把它烧到碗里 这个是我们要做面条 这是汤饼已经做好了 对 对 好 也可以 就是少起蒙饼饼饼饼 一点点甜的味道就甜 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煮面条哈 嗯 水开了 水烧开后 我们把面给一下 这是一份的面哈 对 馄饨面是先下面的 它能解释这样煮面的啊 加点凉水 那一条会一种 这也算是一个诀窍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把馄饨放进去 这个时候同时下馄饨 这个时候翻转这个 翻转它一样 它就是这样的 它就是这样的 怎么就知道这个面熟的呢 因为这个面本来就是熟的 噢本来就是熟的 噢 这个面跟你北方的面不一样的话 就是它是熟的 你现在煮馄饨 这个煮馄饨呢 你不要角度它太大 就怕它跑出来 把它自己削出来 对跑出来 跑出来以后就是 你的馅儿跑出来 对 再加点凉水 就是锅开以后呢 再加一点凉水 这都我们煮饨 所以也没那么多呀 都是一个原理 一个原理 嗯 再放点青菜 放点青菜 这青菜呢 不用煮的很厉害的 一烫就可以 因为这个是生菜 西生菜的话 蒸的都可以吃 如果你做的太那个 还把 嗯 就是过一下这个滚水 当然就是 好 大火 太花已经爆过 然后杏鲍骨也炒了 这个皮是爆过 本身也是熟的 也是熟的 干干成沫 好了 好了 它已经开就可以了 现在开了 回复也可以出锅了 好 好 我们做第二份 第二份 对 好了 我们就做好了 好 我们现在加点 烧点油 我还以为这样就能吃了呢 正准备 要品尝了 好 现在是做最后的一步 嗯 是 你把锅管的 还是加这个 热一下这个调料 是吧 油热了之后呢 就加酱油 嗯 加一个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淋上去 对 还可以加点水去把它淋上去 最后就都加在汤里吃了 对 哦 让那个 焖脆里面 比较 味道重一点 嗯 就是在油热了以后呢 嗯 加上这个头抽 然后就马上关火 把它淋在我们这个 已经盛好的这个 焖炖面上 菜花串 性包菇 对 它切成末 虾仁切成这个丁 放给它蒸油 去轻轻炒 它一下不用炒的很熟的这个 点圆 好 好 我们现在炒肉包酥 也是说上市牛油 对 开蒙火 放蘑菇丁盒那个酱油 好 然后出锅 嗯 放来到我们炒的这个 炒人饼 放饼饼 加点 那个片粉 干加 好 把鸡蛋加进 好 先把馅它放进去 你要搅心点 就不要让它 吞开了口 就这样 把它捏起来 这样一捏 先放一点点 哦 先加点油 放一点 放一点点 炒一下火 这样汤会香一点 也是大火啊 哦 用五百毫升的水 是吗 是不要烧菜 我们要把紫菜给捞起来 就是烧起来 我许一点点提 这个就提了 所以馄饨面是新下面的 加点凉水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把它放进去 不一样的话 就是它是熟的 它以后呢 再加一点香水 放点蔬菜 一烫就可以 它一开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加点 烧点油 还是加这个 热一下这个调料 是吧 油热了之后呢 就加酱油 酱油 对 还可以加点水 去把它 这个汤汁最后 就都加到汤里去了 对 让那个 浑炊面 比较味道酸一点 哇 这个我们已经摆在这里 终于可以品尝了 那这些海灵姐呢 还没有我们准备了 这个是 这个是要蘸着吃的吗 对 这是醋 加点姜丝 哦 醋到姜丝 哦 是普通的醋吗 可以 最好的话用那个大红 哦 用红醋 红醋 也可以用一般的香醋 也可以 可以蘸着来吃 也可以蘸着吃 也可以蘸着吃 也可以倒上去 看自己的喜欢 对 那东东 来 您是 叹叹叹叹叹叹 谢谢小伯 谢谢让我品尝 来 谢谢东东 谢谢海伦姐 做这么美味的大馄饨呢 那我现在是 这样蘸一下是吗 对蘸一下 蘸一下 好 味道怎么样 嗯 非常的鲜美 非常鲜美 嗯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个馅料呢 还是保持着这个 非常这个清爽的这个颜色 味道呢 也全部进去了 我再来尝尝这个面 嗯 这个面看上去也是很筋豆的啊 你看 非常的筋豆 那这个面呢 也是蘸着这个 可以少一点醋 少一点醋 加一点姜啊 这样拌着来吃蛮好吃 哦 又是醋又是姜哈 很讲究嘛 哈哈哈 怎么样味道 嗯 嗯 我觉得味道真的是别具一格 嗯 跟我们北方的馄饨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嗯 不一样吧 嗯 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广东素馄饨 我这个是叫素馄饨 素的大馄饨面 对 好 非常感谢海伦姐今天做客我们的冰分素食 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一期的冰分素食就到这里了 欢迎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